同样是一个环境的问题 我们来看到就是最近的环境 这个是在北京 北京的沙尘暴 我们看到就是整个都全部 都是灰灰黄黄的一片 有人说这好像是住在火星上面 看不出来它是一个建筑物了 包含还有就是这一个地方呢 是其实上一次比较大的 这个是中那个吧 CCTV啊 对上一次是2015年 但这一次就过了几年之后 这次又来了一次很大 就是这将近十 这几年来最大的一个沙尘暴 中央电视台 对对非常大的一个沙尘暴 从这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片都是红的 那其实它大陆的沙尘暴 它的原因其实老师之前也讲过说 在黄土高原以前清朝时代 其实不是这样子 以前不是现在的地貌 为什么会这么多年来 变成现在这样一个地貌 这是一个全球的趋势吗 还是说是人为的关系 当然它是一个全球的趋势 也是人为的关系 为什么会有沙尘暴 因为沙漠化 为什么会沙漠化 因为你把树木砍掉了 这个事实上它原来的状况 假如讲原来我讲的是三千年前 三千年前 这个黄土高原 其实是原始林 很难想象 它是原始林 然后呢 秦朝统一六国以后 他就大量的把移民 就往黄土高原移了 移民过去以后就开始砍树木 就开始砍树木 因为他必须要种地 他必须要活 然后到了汉武帝 这个为了抵抗匈奴 又大量的移民 移到黄土高原 所以从黄河 我给各位一个数字了 在秦朝统一六国以前 黄河每26年泛滥一次 到了元明清的时候 每一年泛滥一次 到了中华民国的时候 一年泛滥26次 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候呢 断流 到了山东一年 大概有半年没有水 为什么雨量减少了 来水量减少了 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上游的水 省份把水拿走了 所以过去中国的历史 是担心黄河的泛滥 今天大陆很担心 它会变成内陆河 它就不出海了 沙漠化了 沙漠化 然后今天黄土高原 原则上是这样子的 黄土高原的树木 透过树木的 我们叫做液增 透过植物把水汽回到大气里面 然后这些雨水会降在内蒙谷 然后内蒙谷它就不会沙漠化 结果你今天把黄土高原的树砍掉了 水汽没有补充到内蒙 然后内蒙就会沙漠化 所以沙漠化的面积就一直扩大 一直扩大 扩大到今天已经到了长城的脚下了 然后再加上现在的 到了这个季节 这个风一吹 那当然沙漠这个沙尘暴是必然的 而且这个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 因为全球的气候变了 刚刚讲这是一个人为的 再跟大家讲一个天然的趋势 今天的世界的粮仓是 美国 澳洲 中国大陆 这个Russia 跟中南半岛 事实上台湾的粮食自举率大概三成 我们70%的粮食进口的 可是世界银行讲 刚刚讲的那些地方 30年后会变成沙漠 那我们的粮仓以后在哪里 未来的粮仓在西伯利亚 在加拿大的北部啊 为什么 当北极大量的熔冰 北极熔冰以后 北极的熔冰下面是什么 一片的草 就告诉我们几万年前 北极是草原啊 所以当北极要变成草原的时候 我们这地方就要变成沙漠 所以有一天台湾 也有可能变成沙漠 我在给我的观察 也许我也鼓励我的 这些科学研究的同行 去看这件事情 过去呢 台湾的气候分界线是在大安西 就是我们从苗栗下的那个斜坡 下了火焰山 到了台中是一个气候 这个苗栗以北是一个气候 可是我最近的观察 在桃园新竹风和日丽 只要一进到三峡 就开始开始灰蒙蒙的 就告诉我们说台湾那条气候线呢 一直在往北移 那在往北移就告诉我们什么 我们台湾在面临干燥化 不好讲沙漠化 所以这个是全球气候变迁的 不可逆的趋势 所以像这样的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 老师听起来我觉得非常的悲观 但是应该也有一点点可以改善了 我们先举两个例子 我们讲中国大陆它的种树 它这几年是不是 它还是造林有一点点的帮助 那第二个我们讲以色列 我们先来讲中国大陆 就是说大陆它这几年的造树 其实还是有帮助的 所以它还是可以稍稍微逆转一下 当然当然 它可以延缓沙漠化的速度 事实上他们造林花了很多的功夫 也造得很好 然后他们有一组专家 一群专家在做什么 叫做盐碱地的富裕 你知道大陆的盐碱地有多少吗 有35个台湾打 它不是没有地 而是地几千年来被用坏了 已经完全种不出任何的植物 种不出任何东西 但是这些东西有没有可能让它富裕 有的你今天只要用水就可以了 那感觉还有一点灯关 可是水的话就必须要用回收水 其实我在很多年前 就跟他们在讨论 如何用他们生活的回收水 去洗那个茧 去洗那个盐 慢慢慢慢的 它就可以开始种 种这个开始种牧草 慢慢变成可以种粗粮 慢慢就可以变成一个可耕地 但是这个过程 四年二十年 关键还是在水 关键还是在水 回头还是水 所以他们有计划的在做这件事情 回到台湾 我们今天因为操受地下水 让我们的十分之一西部平原 一千八百平方公里 都陷到海平面底下 屏东离开海岸线五公里的地方 抽出来是咸水的 我们活生生的十分之一西部平原 我们把它折腾成盐碱地 其实我在十年前的时候 我看到西部的农田 就是沿海的农田 它没办法种 可以看到螃蟹啊 对 可是今天你们到我们真正的这个西南沿海 你到那个地方去 你看这个荒废的田在干什么 它连草都长不太起来 不要说你要去种 太咸了 因为我们把它折腾掉了 我们地这么小 我们还这样子在折腾 那你今天当然沙漠化 我们只能讲延缓 你说要让它避免的可能性不高 我再给各位一个数字了 基隆一百年来雨量增加了一千五百毫米 一千三百毫米 雨量增加不是很好吗 但是降雨的天数少了半个月 台北一百年来雨量增加了两百六十五毫米 但是台北的降雨天数少了一个月 所以它只要那个雨不是架在积水区 都是集中的 都是暴雨 所以今天告诉我们 台北的天气越来越像台中 这个绝对不是好消息 这个就是一个逐渐迈向沙漠化的一个警讯 然后今天假如大家有在南部生活过的话 南部其实原来是什么 你先把地挖下去下面都是沙子 南部是从清朝 从荷兰人来开始 经过清朝的曹公郡 柳公郡 这个柳公郡是在北部 这个葫芦敦郡 这个八宝郡 这一两百年来硬灌盖灌出来的 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南部只能种 甘蔗 种那些比较耐旱的作物 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接近沙漠 比较干的不好讲沙漠 可是当你水消失以后 它就慢慢就是沙漠化 所以沙漠化是我们必然必须要面对的 可是你刚刚讲以色列 对以色列就是一个沙漠国家 但是他们用科技去改变了他们的生命 改变他们的生活 所以我常讲 最近大家都谈缺水 我常讲说台湾人根本没有资格谈缺水 我们一个这么多雨的国家 你在喊缺水 你去以色列看看 人家以色列的农场绿油油的 人家的灌溉是叫做滴灌 用点滴一滴一滴的掉下去 以色列沿海的一半的土地 是用海水淡化 这个靠近内陆的全部用水的回收 再利用 人家没有天上掉下来的水 全部都是跟大地争来的 因为这样子 所以薄膜 membrane 所以处理的membrane 是以色列人发明的 第一罐的那个管子一条 这样短短的一条 要一两百块 我知道我们台湾有买过 我们跟人家买 我们连台道都跟人家买 很贵的 那可是你问题是 人家以色列把一个危机变成转机 把一个转机变成商机 到全世界赚钱 可是回过头来看 你去看以色列一度水多少钱 你去看以色列 是我们多少倍 你去看以色列的一度电多少钱 那就是告诉你什么 人家水那么贵 电那么贵 那人家的生活为什么比我们好 人家的国民所得 为什么比我们高 因为合理的油价 电价 水价是带动经济转型的动力 我们今天回头 我们把这个动力都拿掉了 政府只会拿胡萝卜 政府永远不敢把棒子拿出来 你觉得我们有可能会跑出这个再生能源 那个绿能产业吗 不可能 我们会跑出水流回收产业吗 绝不可能 因为我们把它用民粹在炒作 在considering 我们只有2.1%是自己能源 将近90%国外进口 那你今天好 这个最近都在谈的沸沸扬扬 我们要把我们的这个天然气 第三接收站要转换 要增加到现在百分之二十几 我今天可以告诉大家 全世界除了日本以外 没有一个国家敢把它的天然气 发电的仰赖度 让它超过两层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 它是一个不稳定的气体 运输过程 储存过程 其实相对的危险度是高的 第二个 所有的这些东西都要从中东过来 中东只要发生一个战争 只要有一个 有我们这个 有一个台风 几天这个船上不了岸 我们基本上是要断气的 所以能源的稳定度 基本上是个国安问题 它比水还更 它的这个整个冲击还会更大 所以我们真的必须要很专业的来看这件事情 天然气仰赖度 这个天然气发电仰赖度高的国家 都是什么样的国家 像俄罗斯这种国家 它自己产天然气 在欧洲因为天然气是用管子在送的 所以他们天然气的这个仰赖度 它的可靠度是比较高的 我们的话是全部都要送进来的 只要这个在海路上面出了一点风吹草动 我们都有可能会断气的 所以事实上能源基本上是国安问题 但是我们必须要把所有的后果都要考虑进去 才有办法提供一个稳定可靠 最好便宜合理价格的一个能源 所以它基本上是一个科学的专业 还有呢它是一个政治的专业 但这部分政府都没有做到 因为我们全部用民粹在炒作 我说真的慎重的呼吁政府 2025年终极费合是做不到了 赶快来面对它 就像我们去年台风都不进来的时候 就知道现在没水 那为什么你在这半年不开始论述 到了火烧到屁股了才在论述 老师如果今年五月的时候 梅雨也没有来 今年台风也没有再来的话 那无法想象 无法想象 今年不要说梅雨没来 梅雨只要一抵累 我就不晓得南部 我们要那些水能撑到什么时候 但是水你再怎么样都还有再生水 能源全部是国外进口的 没有就是没有 我们的沿岸刚讲到说 以色列它用海水来淡化 因为它靠海的 那我们也看 我们整个全部都是靠海 台湾整个岛都是靠海 我们的海水淡化很难做 我在告诉大家海淡是需要电的 又回到没电 又回到电 然后你今天把这个淡水拿出来 你把卤水排回去 那是一种污染 那是一个高原度的水 可是以色列怎么做到 它还是做海水淡化 可是人家没有选择余地 人家天上不下雨 它没有选择余地 它是沙漠 你叫它怎么办 它已经把它的生活污水 全部回收再利用了 还不够 它只好去想海淡 可是我们台湾 在我们的污水处理厂 一天285万吨 它怎么会没有水 就在那里 而且我这个取出来的回收水 比你海淡能拿的水高太多了 老师我们刚看到就是 大陆刚看到的就是沙尘暴的那个景致 我都不晓得说会不会有一天台湾 也会变成这个样子 就是又没水又没电 台湾有一天会不会变成像火星一样 什么都没有 这个不好这么说 其实假如我们这样子折腾下去 这是有可能发生的 所以我们看到了人家的状态 我们就要反省自己嘛 我们怎么样在一个资源这么缺乏的地方 我们怎么样让自己站起来 以色列没有半滴水 人家今天是水回收技术的主要输出国 而且它的农业其实发展的非常好 它还是欧洲的蔬菜中心 就是说它发展的蔬菜是品质相当高 相当好的 所以其实这一点 台湾应该也可以做一个结晶 以色列能做到 台湾为什么做不到 我们的条件比人家好太多了 所以回过头来讲嘛 那以色列人家怎么做到 我们为什么不学人家呢 新加坡所有的水都是马来西亚 被它的咽喉被握在马来西亚的手里 所以他们不得不去做回收水 今天他们叫做New Water 然后他们到全世界去卖薪水的科技 新加坡就像台北市一样大的地方啊 为什么人家这个国家 那人家国民所得我们的几倍 然后呢人家这个国家可以做到 为什么我们做不到 我们的条件比新加坡比以色列好太多了 可是为什么我们做不到 那是不是因为我们真的是一个岛国 然后呢我们没有跟其他有可以连结的 比如说我们可以卖电 人家可以像欧洲或者说马来西亚 跟新加坡的关系 他们可以电的输出 电的买卖 但我们就是一个独立的电网 我们没有办法 我们的条件跟他们不太一样的原因 是我们是一个岛 对 我们必须要自给自助 可是你们看新加坡的政府 看以色列的政府 人家是精英政治啊 人家是什么样的人在弱国家 人家政府的运作是有多大的弹性 他有他太大的flexibility 新加坡他知道说我没有人 所以他到全世界去找最好的人 新加坡的白领三分之一是外国人 他们白领是 他们是找全世界最好的人 来帮他们治理新加坡 外国人找进来的薪水是非常高的 今天台湾 我们把我们的白领输出 我们输出的蓝领 然后今天我找一个外国专家进来 好假设一个外国专家 我一年不付人家2000万台币 人家是不来的 可是我付了2000万 他就变成肥猫 他会变成全民公敌 可是你没有想到说 我付他2000万 他可以帮我赚200亿 所以我们这个账永远算不清楚 那到底是政府的搞民粹 还是民众就是不愿意接受 这样一个新的观点 不是 其实这个都是 这个明确都是政府操作出来的 但是都是政府 尤其最近的网军实在是太可怕了 就是说今天政府控制媒体 控制网络 然后去带风向 那你带风向一不小心呢 你的火就会烧到自己的身上 像中天 你的火是会烧到自己的身上的 就是说你今天 假如这样的一个氛围 其实我告诉大家 我们台湾大学 不要说找什么高科技人才 台湾大学找不到教授啊 连教授都找不到 找都找不到 为什么 我们的薪水是人家的四分之一 我请问你 人家为什么要来 别忘了 很多的市场是国际市场 我们这一行的市场 是在国际上竞争的 一个好的人从MIT 从这个美国的顶尖大学出来 是全世界在抢的 新加坡出的价码是我们的四倍 大陆的顶尖学校 可能出的价码都是我们的两三倍 人家干嘛来 那他不来 结果是什么 我很快就要退了 然后呢教授补不上来 那补不上来 我请问你谁来 谁来教我们的学生 但是政府真的没有看到这个问题吗 我不相信政府会没有看到这个问题 政府我不认为他没看到 但是政府选择不想面对 因为因为好不容易把公务员的年金打下去了 你今天教授又把他独立在公务员之外 对他不敢面对 就像能源他不敢面对一样 就是说我今天不要核电 可是他他不敢告诉我们 我不可能在2025年 完全废核 这个完全废核 他根本不敢面对 为什么 2024年就要选举了 谁是2025年谁当总统啊 那关我什么事 所以要先卡过2024年总统大选的这一关 所以台湾很遗憾的讲 每四年每四年都要重复这个事情 好久以来已经不做中期规划了 我们更不要谈长期规划 连中期规划都不做 我们中期规划都已经不做了 今天大家讲台积电啊 这些足科会怎么会赚这么多钱 这么厉害 你觉得是谁规划的 李国领时代的蒋经国跟苏英学那批 那一批前辈规划的 人家规划了40年 到了今天我们还在享受他们的智慧 可是我们今天的家底快被我们用完了 我们今天的政治氛围 政治人物只看四年 只看三年 第四年要选举 我们根本已经不再做中期规划 更不要谈长期规划 那你觉得呢 我们怎么办 大家要是真的有研究中国大陆的话 人家从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到十四五了 就是他们五年又有一个规划 然后他这样一直衔接上去 所以他们的国家在二十年之内 三十年之内进步神速 可是呢我们看到人家除了批评以外 我们要不要学学 学学人家的 人家的长处啊 人家是五年五年这样一直卡上去 当然大家要讲说 哎呀他没有很多缺点 不要看他们的缺点 我们要看人家的优点嘛 今天新加坡有没有很多缺点 新加坡有很多缺点 但是他有很多的优点是我们完全赶不上的 这个东西就是现实嘛 所以我们台湾人当一谈到的时候 大家会想 你看你跟这些国家比 他们国家缺点很多 可是问题是他们优点也很多 对 好今天非常谢谢李宏源教授 来到节目当中 为我们做精辟的解析 那么洪流洞见呢 也欢迎大家持续的收看 那如果你有任何的 想要知道的议题的话 也请在我们的下面留言 谢谢大家 也今天非常谢谢教授 谢谢 今天两周 谢谢